清静境界,而是说众生在迷失异必示异中就成佛的去向清静的历程,此一集已显现于佛境界的观照之中,故说未根本性起而清静。 华言宗之说法绝不适不负责任的说众生状态是一切现成,无需修行,就众生说当然仍需修行,此一修行以佛境界观之则必然可成,亦当下清静,此一众生心静若当下以法界缘起之智慧观解时即亦已是当下清静已。 以上由对吕邓先生对华言宗的批评的在位书解,反而更易于说清楚华言宗行上观点的知识意义。 5.华言武教官的知识意义 武教官在中国佛学史上一般被认为是华言宗的叛教理论,叛教理论一方面必须照顾到对所有佛教经论的教义功能意指的分类即分叛高下,另方面即需凸显己宗所宗之佛教经论的终极圆满意。 然依建立叛教观念者自身的理论是也,种种叛教系统自然互一个别。 其中天台五十八教说就佛教经论一指分类的功能来说, 却忽视自来最为清晰完备的系统,除五十说未必符合史实以外,八教说仅就教义分类而言,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 然每一叛教系统都有根本关怀,画法画一只说就教义内容与修正形态说其分类,意志清晰,甚有价值。 然并非即不能再有其他说诸教义经论的系统,只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楚的经论之事,自可再立系统以为误解之需。 华言五教说谍经诸次发展诸种脉络而成说, 二十四,显见为一教化目的为中心的叛教系统,在照顾到佛教教义一指深境的客观知识面前提上, 其实是提出修正次第的观解功夫,在法藏的《一成教义分其章》中的华言五教说如下。 第四,分教开宗者,于中有二,出旧法分教,教类有五,后已离开宗,宗乃有十。 出门者,圣教万差,要为有五,一小成教,而大成十教,三中教,四顿教,五元教。 二十五 我们如果从传说未度顺索着的《华言五教旨观》的内容来看, 则华言五教观是更多显现未从修正进入所作的叛教观点。 一法有我无门,小成教,二生即无生门,大成十教,三世里原荣门,大成中教,四语观双诀门,大成顿教,五华言三妹门,一成原教。 第一法有我无门 夫对病而采方,病静而方喜,致职而施药,职浅而要矣。 未病既多,与药非依,随机进修,亦所以方便不同。 Underscore underscore众生从无始以来,直升为依,既我我所,Underscore underscore如来慈悲未破此病故, 都开四药以至四病。 Underscore underscore众生即无生门 生即无生门者,就此门中,先简明相,后入无生门。 Underscore underscore又诸法皆空,相无不敬,于中复为二观,一者无生观,二者无相观。 言无生观者,法无自信,相由故身,身非时有,是则未空,空无毫莫,故曰无生。 Underscore underscore第二无相观者,相即无相也,何以故,法离相故。 Underscore underscore第三是李圆荣观。 夫世里两门圆荣一记者,父有二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 心真如门者是李,心生灭者是世,即未空有无二,自在圆荣,影显不同,尽无障碍。 言无二者,缘起之法,四有即空,空即不空,父还尘有。 有空无二,一记圆荣,二见丝亡,空有无碍。 Underscore underscore第四语观双觉门,夫与观双觉者,经云,言语道断,心形触灭,者是也。 即于上来空有两门,离语言论心形之境,唯有真如即真如智。 何以故? 圆荣相夺,离语相顾,随所动念,即皆如故。 竟无能所为彼此,故独夺显示然不悟。 Underscore underscore第五华言三昧门。 但法界缘起,或者难皆,若先不着构心,无以登其正觉。 故大智论云,如人鼻下有愤臭,审舍等相亦未臭也。 故为魔晶云,无以生灭心形,说时相法固,需先打忌直,然后方入原明。 若有直见色等诸法从原,即是法界缘起也,不必更须前方便也。 如其不得直入此者,已可从始至终,依依真问,致令断或禁迷,除法绝言,见性深解,方未得一耳。 问曰,云和见色等诸法,即得入大原起法界也。 答曰曰,以色等诸法,即忘心不及也。 故经云,言说别诗行,真实离文字。 是故见眼耳等识,即入法界缘起中也。 何者? 皆是无实体性也,即由无体,幻相方尘。 已从原生,非自性有,故即有无性的成患有,是故性相相混融,全收遗迹。 所以见法即入大原起法界中也。 问,既言空有无二,即入融通者,如何复云见眼耳等,即入法界中也。 答,若能见空有如是者,即忘见心境,方得顺理入法界也。 何以故? 以缘起法界离见王情,凡心万象故。 二十六 由前文可见,五教只观一开头就是对至众生病症的教法分类之学, 后来称谓小成教的法有我无门, 则已破除种种我执之见未修正目标, 生即无生门即大臣使教, 则已息相入空未修正的尘图, 是理圆荣官则未进入实际生活世界, 即是即理, 故而是理圆荣, 是理圆荣即空有无二, 以此入圆起现象真实世界中有行政之智慧。 与观双觉门即大臣遁教, 圆荣一相夺, 双夺而即入与观双觉, 即无言, 骁然物外, 超情离念, 窘出拟意, 顿塞百飞, 与观双觉, 故使望兴兵士, 朱建云丕, 为阵相应, 起观言说。 二十七 故而大臣遁教是于去我执, 去明相, 荣世礼, 而静至言与道断, 心形触灭之顿悟境之教法。 至于所说原教即说华言三魅境, 华言三魅境则是重入整体一大元起世界海的全体清净境界状态, 此在一切构心皆已酌洗清净之后的植入法界之境界, 虽主体已权至于离间王晴, 但也即因此以一绝对政物者身份而交融于, 凡心万象, 中。 也就在这个华言三魅境中, 华言宗哲学的法界源起观之以整体世界海味一再绝对置物主体的清净心智中流眼不达而法界源容, 无碍源起, 如其言。 问法纪如是, 智妇如何? 答, 智顺于法, 一智原成, 名气无减, 顿线不无先后。 故经云, 普言尽戒清净身, 我经眼说人地听。 解云, 普言者, 即是法治相应, 顿线多法也, 即明法为普言治所之减, 非于至净戒也。 净戒者, 即法明多法互入, 犹如帝王天诸, 重重无尽之净戒也。 清净身者, 即明前诸法痛时即入中时, 难远远起即成, 渐心无忌也。 然帝是天诸王者, 即豪因陀罗网也。 此帝王, 皆以宝尘, 以宝明彻, 地相引线, 射入重重, 于一株中同时遁线, 随意及尔, 竟无去来也。 二十八, 此处所说之原教已是正入佛位的最高级教法境界, 在此之后之所论者即是华言宗之行上学命题所展示之诸仲法界观法之命题者。 由此可见,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杜顺大师的华言武教旨观是修行实践的方便法门, 由浅入身, 步步高深, 顺理圆通, 便可以领会其中之层层静静。 二十九, 我们如果再比照华言宗武教官的其他几套更精简的对比说法, 则这个意向自是更为明白。 参见方立天教授的整理。 经诗子章, 以因缘为小教, 无字信空是使教, 患有婉然是宗教, 二乡, 甲有, 真空, 双王是顿教, 情境体漏是圆教。 由心法界记, 以法是我非为小教, 原生无信是使教, 是理混融是宗教, 严禁理显是顿教, 法界无碍是圆教。 这种种表述上的差异, 表现了法藏在叛教上的重要变化, 即不在采取天台宗的叛教标准, 而是变幻参照系, 或从原奇说展开, 或结合止观学展开, 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自原奇说的解释, 教父有哲学理论意义。 华言宗武教叛教官自有其简明分书佛教经论宗派的架构, 亦有其彰显华言佛境界的法界观法的理论宗去在, 然而, 当代学者吕邓教授却对此婆有批评, 吕邓先生批评道, 法藏由智眼的武教说改成自己的说法, 在天台的藏通别源的基础上又加了盾, 这一来就和天台的叛教标准不同, 而这分法本身就存在着矛盾了。 天台的顿教归于佛说法的形式, 即所谓话仪, 而藏通别源则属于佛说法的内容, 即所谓话法。 这说法是合理的。 以顿教随顺了禅宗, 未免有感潮流之嫌。 三十一 天台这样将五十八教分成形式和内容两种不同的范畴来说, 是合理的, 显手硬把它们混为一谈, 使得一种分类理用上了两个标准, 在逻辑上显然是犯着根本错误的。 三十二 吕邓先生完全认同天台法仪之分的合理性, 法仪之分确实有其合理性, 但话法四教起步也和话仪四教交涉互入, 还另需并同五十支教在做沟通。 这是一个三套系统的叛教论, 解析的多有其贡献, 但因无论如何仁需再收和融会, 则此时极显繁琐不已矣。 华言叛教为教化而设, 天台化法, 化仪也可以说亦为官亦为教而设, 说官也即是为说教, 说教也即是依据官, 合教官而说与不合教官而说也只是教官概念的合说分说, 因此华言自可合教官于一系而说, 五教中之每一教既是说世界观的行上学系统, 也是说功夫论的行政系统, 说顿教功夫当然也有此功夫所具之知识系统, 可以说小始中三教从基本教义到终极教义, 再转入顿教说根本功夫, 在上至原教说终极境界, 也可以说小始中是说教的建教, 而既知以顿教, 华言武教旨观, 即以说此事, 或分为二, 所谓建顿, 以始中二教所有解形, 并在言说, 皆为次第, 因果相成, 从为智者, 通明为简。 故伦家云, 见者, 如眼摩勒果, 见熟非顿, 此之谓也。 顿者, 言说顿觉, 理性顿现, 解形顿成, 一念不生, 即是佛等。 故伦家云, 顿者, 如镜中相, 顿现非简, 此之谓也。 以一切法本来自正, 不带言说, 不带观智。 Underscore, 或开为三, 位于剑中开出中使二教, 即如上说生命等经, 三法轮中后二事也。 一事一故, 法骨经中以空门为始, 以不空门为终。 Underscore, Underscore, 此则曰空里有余, 名为始教, 曰如来藏常驻妙典, 名为宗教。 旧一言中, 曰忠十二教, 说空不空而真如也。 三十三, 所以可以说华言叛教系统在佛制境界的最高观照下, 从观的思维的逐渐深入, 到交的浅深的逐渐高提, 到经顿悟阵入而彻底圆满的中境, 本就是和教观而说, 成佛境本就是佛教止观之终极目标, 当然可以和教观而说为一层层上境的叛教系统。 其实, 说观之时即必已蕴含着教, 在知识系统的理论建构中之观门者, 当然蕴含着如何实践的教法, 指观不二, 即教观不二, 化法化一意实质地进行着种种的交融互设的流通。 至于吕邓教授所言的江顿教入教位收禅宗入教之赶潮流之意, 时事说偏了禅宗也说小了华言, 既不尊重禅宗也不尊重华言宗。 唐君毅先生对华言五教观有意深入详识的解说, 唐先生当然同意华言之说有由天台学及义而来之事实, 但是却更为肯定华言五教之意运, 其言。 经观法藏之五教之说, 其以小史中顿原标五教之名, 概于佛所说之教义, 乃由小而大, 大之由史而终, 与教之由箭而顿, 由偏而原之意, 实罪能豁显。 此与藏通别原之名之意上暧昧, 呆解说而明者, 故有其优胜之处也。 三十四。 唐先生之意也即是华言论著中以有名言, 由小至大, 由见至顿, 由偏至圆, 而成一宗设上达之系统。 问题不在分类项目的是否有意志性, 而是各项意志特点本就是在具体的宗派经论中一起同时呈现的, 任一部经论本身本就即显观意义显教法, 理论系统的建构本身皆是同时包含世界观及功夫论的, 既有理论系统的创新就有新创者之功夫及境界的在位上扬的说法, 于是就需更为重新梳理其分叛标准。 唐君毅先生就名指华言于诸佛教经论宗派教义的推进分叛之观点。 要言之, 皆以印度之大臣般若为实法相及大臣其信论之上, 上须立一顿教, 方抵于一最高之原教。 underscoreunderscore华言宗人以大臣其信论为宗教, 乃由是其信论之言心真如之间空不空, 有尽于为实法相般若之教义。 其为遁教于大臣宗教之后, 以通缘教, 则由其特有取于遁教之觉言会指之故。 此即更开后之华言宗与禅宗相接之机。 三十五 小臣教经不论, 使教一般若, 为实同志, 即明见真空妙有之必为更超越法有我无之小臣教, 而其信论言真如生灭即自身同志空有, 故为教义上之大臣宗教, 说大臣教以观说以见教说, 说禅宗以教说以顿教说, 唐先生也根本不会言华言此说更真能与中国禅宗结合之时。 能接禅宗则更显华言五教官之和理论与修正位一之特质, 唐先生也就明白的说华言参教系统是针对修行正位皆次上说之系统。 资案法藏于华言一成教一章卷一及华言探玄纪卷一, 言其五教时宗之说常曰, 就法分教, 教类有五。 后亦离开宗, 宗乃有时。 此宗教与宗之不同, 在教乃自教人如何修行, 以有其断正阶位等书上说, 立宗则指自其所上之根本义里说。 三十六 关于前此旅邓教授所批评于华言法界官门之有关无教之说者, 其实, 法界官门诸义就是一成元教的五教宗教境中的官门, 此一官门非一空玄之理境, 非一纯思辨的系统, 而是元教中主体成佛境的思辨开展, 是在成佛境中变观凡心万象的一切圆融的思辨会解, 因此法界元起官门也是一修行尘途中的主体思维功夫之一运, 唐先生更且言于若非经五教深境的修行功夫一指, 则更不能理解法界元起诸官的理论意义。 其言 据此上引法藏一圣教义章所言五教十宗之说, 无人当注意其所谓十宗中前六, 皆小成教, Underscore Underscore 而以第六之诸法诞明宗, 过度至大臣使教之一切皆空宗, 更由此一切皆空宗, 过度至真得不空宗, 以言真正之时有。 其后知相想聚觉宗, 虽觉相想, 但亦有实理。 原名聚德宗则言一切全体聚足之时有。 故此时宗之排列, 即表示一次地缩减一般所谓时有之范围, 而趋向于空, 更由空而趋向真得之不空, 而有之一辩证的思想历程者也。 于此宗之大臣使教, 若于盘若宗之说空外, 在家法相为时宗, 为使教之众说有者, 而以宗教之大臣起信论及能家之言如来藏者, 为真实空意真实不空之一宗和之教, 则可说此大臣教中, 有一阵返和之辩证历程, 然此皆属有言教之见教, 而后之顿教, 则以诀言教为教, 又与其前之以言教为见教者相对反, 而最后之原教, 则又当为原此对反在深境所成之和。 经及你本词义, 以观法藏原教义之如何形成, 而先述其若干对班若三论宗义与法相为时宗义从家之解释, 以归于大臣起信论之指, 再透过其言顿教义, 以归于其言法界原起之四法界十玄六相, 以使人修法界观之论。 此则略不同一般之言法藏或华言宗义, 横直下说其四法界十玄六相之说者。 此直下说其四法界十玄六相之论者, 横先不注意其思想, 乃由若干对盘若为时等之意, 从家解释而形成, 故意不重其在成就依法界观, 以为修行之资。 则十玄六相等论, 纯成一套无学术渊源之玄谈。 故非经所取也。 三十七 唐先生自是在一方面说明华言义理的高于大小陈珠说, 另方面强调华言五教观一修正成图而上提的义运, 既有修正功夫而静制成佛境, 则才有在佛境界中运私便析的法界原起关门。 六、小杰 本文以讨论华言宗哲学的知识意义为目标, 论述以吕邓教授对华言宗哲学的批评为焦点, 借由其他当代学人的观点以解消吕邓教授的批评。 主要指出《华言经》的出现, 并不单纯只是为社会需求而编转, 而是有其理论创作的用意, 此即是其言于一切圆满的佛境界的世界观及修养论系统哲学。 至于华言宗教派的出现, 更不是为应付中国朝代政治之需而立宗, 而是有所误解于《华言经》高明广大意志而建立的哲学诠释系统。 旧法界观法言, 是一在佛制政务境界中的对一切世界现象的清静意的终极论述立场, 并非历史现实的翻版而已, 更非有观无教。 旧武教观门而言, 是一届叛教系统而对修行功夫的次第进阶之论述, 既有世界观的进阶更有修行功夫的进阶, 并非一逻辑混乱的叛教系统。 本文之作, 对于《华言经》及《华言宗》之知识系统并未有心证, 心说, 仅只是对于当代理解系统进行疏解, 以使华言宗哲学的知识意义更为解明。 以参见佛学词典, 四法界, 华言宗所立, 即是法界, 理法界, 理是无碍法界, 事是无碍法界。 世间万法差别之相, 各有其不同, 不能混淆, 明是法界, 真如平等的理体, 为万法所依, 明理法界, 真如能生万法, 故万法即是真如, 理体是相, 互融互聚, 无碍通达, 理即是事, 事即是理, 明理是无碍法界, 诸法互设, 重重无尽, 不相妨碍, 亦多相及, 大小互融, 举亦全收, 具足相应, 明是事无碍法界。 二, 就华言哲学的理论建构而言, 史传出祖杜顺禅师的作品孔位后人依托之作, 故而从理论性作品以论究理论创作而言, 仍应定为二组制衍及三组法藏的贡献。 参见华言宗推崇杜顺是说他曾经注述法界观和武教旨观的缘故。 但是那两种注述是否真为杜顺手笔, 颇有疑问。 吕真,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2月1日, 三版, 页389。 三, 华言经, 的神话传说, 参见是成一言, 大放广佛华言经者, 乃我毗卢世尊一代时教中之根本法伦也。 以其诚意太过高远, 非下根小智所能接受, 故于世尊入祭之后, 即由文书大事主持解集, 藏之龙宫, 垂六百余年, 隐而不传。 待龙树菩萨心, 使入龙宫诵出, 此一一圣会日方众朗于一天焉。 相传, 文书大事于世尊灭后, 与阿南海仲于铁为山间结及此大华言经时, 旧世间大中小三种根基, 将经分为上中下之三部。 上部经有十三千大千世界为尘数计一四天下为尘数品, 中部经有四十九万八千八百计一千二百品, 下部经则有十万计四十八品。 龙树菩萨观前二部经, 渺若渊海, 非人世会立之所能及, 乃诵的后部经, 归于五天。 小于华言经之传逸经过与其内容组织大于, 华言文选, 万行杂志设应行, 一九九一年九月再版, 夜七四, 华言经, 的编转过程, 参见吕邓先生言, 印度原来就没有华言经的完本, 华言经可能是在西域地方从各小品集位大部的。 华言经的编转地点不会离中国太远,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叶四百。 又见味道如先生言, 现代学者认为在集成本之前溢出的某些单行经, 是集中发挥某种学说而产生的, 并经过不断补充发展, 形成若干单品经。 盖言之, 集成本所树立的至高崇拜对象如舌纳佛, 所构想的华藏世界海以及法界理论等, 是贯穿全经的, 这在多数前出单行经的相关部分是没有的。 集成本作者依据一定的整体思路, 对所汇集的单品经系统修改过。 所以, 六十华言中所汇集的各个单品经, 并不能在一理上完全与前出单行经化等号。 它们的区别在于, 某些单行经代表了华言经学的原初形态, 程度不同地透露出, 华言经, 形成过程的历史真实, 集成本代表华言经学的成熟形态, 突出展示集成本作者们新的华言经学, 并努力使之贯穿全经。 第一阶段, 以, 兜杀经, 本业经, 为主的文书经典, 约形成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至二世纪中叶, 其产生的在贵双统治下的北印度和我国新疆的区。 第二阶段, 以主法护所义, 新贤经, 度世品经, 和, 等穆菩萨所问三昧经, 为主的普贤类经典, 其产生不迟于公元两百年左右, 其中, 等穆菩萨所问三昧经, 的产生时间应最早。 第三阶段, 入法戒品, 应形成于文书和普贤两类经典的主体部分完成之后, 其产生不早于公元两百五十年, 大约编程于和田的区。 六十华盐的编程印在织法领去于田之前数十年, 可以大致定在公元三百年左右。 它是在以普贤类经典统设文书类经典的基础上, 汇集在古印度各地形成的相关单行经, 并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和改造之后形成的。 中国华盐宗通史,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7月出版, 页41-47。 5、参见杨振和教授言, 从经文中, 让我们会立即发现华盐经并不像其他的大臣经典, 都从宇宙的低层世界逐渐提升, 到了最后才把臣佛的果位轰托出来。 因为华盐经是一开始便把人类所要求的最高精神的理想对象, underscore,underscore, 譬如这那佛, 这尊具有至高无上的最高真理, 最后所要成就的菩提佛果, 究极的事实彰显出来。 并能令一切有缘众生, 都直接去面对它, 对它产生坚定的信念, 由此而发心, 向它学习, 以它为榜样。 所谓, 初发心时及成正觉。 这也就是华盐经初会的真正本意。 华盐哲学研究, 台北会剧出版社, 1987年3月出版, 页34。 6. 方东美, 华盐宗哲学上册, 黎明出版社, 1981年, 页413。 7.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3版, 页403underscore 404。 8. 参见, 唐君亦先生言, 大臣其信论所言成佛因缘, 乃记许此众生有如来藏位成佛正因, 使人有以信其自立, 又有诸佛菩萨之慈悲护念, 使人坚信此诸佛菩萨之他立者。 坚持二信, 即能其大臣之大信。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学生书局映行, 1980年3月4版, 页245。 令鉴, 杜宝瑞, 诸佛护持之真如熏习作用 非是根本因而是外力助缘, 此外力助缘依于诸佛发愿念力意味 以必然存在之持续作用力, 其内因真如熏习作用力意因真如本体乃众生很有自由之动力而意味已必然存在之势力, 此真如熏习之内因外缘二力之作用乃保证众生心于身灭望时境界中之必然可以成佛之因缘, 此内因外缘皆本来存在, 皆众生缺已不可知成佛保证, 而众生时不缺之, 内因以众生心真如相乃把体恒存之作用力, 外缘以诸佛誓愿力故意味易持续作用于诸众生之外力, 此外历史与众生心真如法体自体相应, 从本以来即是众生自体亲近本体, 所以众生本来是佛, 诸佛本来即已救度众生为佛本怀, 所以迷染于现象世界之众生心时本来即佛, 故而众生于去染求尽力成中之诸内因外缘一阶众生本来本具之自体本性, 众生于成佛力成中本来即时时受勋于自体真如即诸佛护持之中。 2002年7月, 小于大臣起信论的功夫理论与境界哲学大于, 浦门学报第十期, 页177-222 9, 唐君毅先生言, 至于有时的经论社大臣论之一出, 中国之地论宗社论宗之成立, 至大臣起论之出现, 再至华言宗之成立, 则为延印度于家法相为实之道路, 而竟以融设班若知学所成之又一圆角。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 页272 我们从理论发展的眼光看华言宗哲学的创作, 就是一维时班若学之后的再创作系统, 笔者乃以境界哲学进入的形上学说之, 即是说其为佛境界心智中之世界观原理。 十,参见佛学词典, 六相, 一,总相, 为一成含藏万法, 如宗和瓦砖木石等, 而成一屋。 二,别相, 为万法有色心理式等差别, 如一屋中的瓦砖木石等, 体性个别。 以上总别二相, 是旧体言。 三,痛相, 为万法虽别, 然能融及成为一体, 如瓦砖木石等, 能互相合合, 成为一屋。 四, 一相, 为诸法虽能融及为一, 但亦不失诸法差别的本质, 如砖瓦木石, 其形类功用, 皆各不同。 以上同一二相, 是旧相言。 五, 成相, 为诸法虽差别, 应融及固, 互相而成为一体, 如瓦砖木石, 有互相成就之性, 才能建立位体。 六, 坏相, 为诸法虽可融及, 成为一体, 然若各柱各位, 则仁献诸法之相, 而不成一屋, 如瓦砖木石, 各柱本位而不合作, 则房屋相坏。 以上成坏二相, 是旧用言。 凡夫所见是相各个差别, 圣人则六相圆融, 应诸法体性平等, 没有差别。 十一, 方东美, 华言宗哲学上册,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1年, 页117, underscore 118。 十二, 方东美, 华言宗哲学上册,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1年, 页118, underscore 119。 十三,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 页97。 十四,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 页108。 十五, 方力天哲, 法藏, 世界哲学家从书, 东大图书公司应刑, 1991年, 页84。 十六, 唐军毅先生言, 法藏之三官, 成官华言书超卷十位为杜顺所说, 燃经传杜顺书多同法藏书, 可能及法藏所者。 中国哲学院论员道篇, 页328。 不过, 方东美先生一直以历来所述之著作意见说, 为杜顺离禅师之作品, 却于此并无质疑。 十七, 智眼,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 华言一圣十玄门, 红文馆出版社, 应行, 参见刘贵杰教授言, 十玄门又称十玄缘起, 主要在阐明佛教的各种法门彼此都是互相关联, 互相涉入而又周辨涵荣的。 是四法界中是是无碍法门所含义里的表述, 可以说是华言宗法界缘起论的经意。 由于他要求在观察一切事物时, 把所有现象都看作是圆容无间的, 所以又被称为十玄无碍。 十玄门首创于智眼, 其说称古十玄, 后来法藏于以改善, 称为新十玄。 新旧二说的内容基本一致, 仅次第略有不同。 然而, 法藏十玄门的名称, 四地, 曾先后发生过变化。 直到成官,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 出现, 法藏的十玄门才被定型, 而成官所判定的法藏十玄门, 其名目, 四地完全等同于法藏, 华言经探玄记, 的十玄门。 Underscore, Underscore, 成官把法藏的十玄门归纳在自己的四法界中的世事无碍法界, 他说, 第四, 周辩寒荣, 即世事无碍。 且依古德, 显十玄门,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 卷二, 由此便结束了十玄门的演变进程。 华言宗入门, 东大图书公司, 2002年5月出版, 页118。 十九, 参见佛学词典, 十玄门, 又名十玄元起, 华言宗所立, 系事似众法界中, 事事无碍法界之乡, 能通此义, 则可入于华言代经之玄海, 顾名玄门。 又此时玄妙法, 互为缘而起他, 顾约缘起。 即, 痛时聚足相应门, 广辖自在无碍门, 依多相容不同门, 诸法相及自在门, 隐秘显了聚臣门, 维系相容安利门, 因陀罗网法界门, 托世显法申解门, 时事格法议臣门, 主办原名聚德门。 二十,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219。 二十一,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402。 二十二,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天华出版公司, 1988年三版, 页403。 二十三, 吕邓,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1988年2月三版, 页399。 二十四, 方立天教授言, 现题为杜顺所作的, 华言武教旨观, 其武教内容与法藏的武教说是一致的。 但该书和法藏的, 华言由心法界记, 基本相同, 而且书中出现杜顺后五周时才改称的佛寿祭四名, 又转用了不少玄奘的义语, 似非杜顺原作。 上面提过, 武教的区分是智眼继承的论社论两派余序而创立的, 但明目一直没有确定, 法藏是在智眼叛教的基础上在吸收天台宗的叛教说家以重新组织而成武教说的。 法藏,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91年7月出版, 页五一。 25,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法藏, 一臣教一分其章,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出版, 页一四一。 26,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杜顺, 华言武教旨观, 红文馆出版社, 1986年出版, 页二至十。 27,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页九。 28,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页十二。 29, 方东美, 华言宗哲学上册, 黎明出版社, 1981年7月出版, 页三一二。 30, 方力天, 法藏, 台北东大, 页五八。 31, 吕顿,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页二一三。 32, 吕顿, 中国佛学思想概论, 页三九五。 33, 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 第二卷, 华言一成教一分其章, 页一四一。 红文馆出版社应行。 34, 唐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片, 台湾学生书局应行, 1980年3月四版, 页二七四。 35, 唐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片, 台湾学生书局应行, 页二七五。 36, 唐军毅,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片, 台湾学生书局应行, 页二七五。 参见佛学词典中的五教十宗, 五教十宗, 华言宗将是遵义生所说的教法, 判为五教十宗, 五教是由法分出, 十宗是由理分出。 五教者, 以小成教, 是教顿根小基之法, 但说生空, 而未说法空, 故又称为于法生文教。 二, 大臣使教, 是出小成, 出入大臣的教法, 虽说大臣, 而未及就尽为妙的理性, 顾名使教, 有相使教与空使教之分。 三, 大臣宗教, 是对大臣纯熟的根基, 所说尽理之教。 四, 大臣遁教, 是说大臣顿悟的教门者。 五, 一臣缘教, 是缘闷最上的教法, 名姓海缘容, 缘起无尽, 及诸法的体性者。 十宗者, 一如小臣独子, 法上, 圣位, 正亮, 密林山等部, 说我法具时有者, 名我法具有宗。 二, 如小臣雪山, 多文, 画的等部, 说一切无我, 而法体很有者, 名法有我无宗。 三, 如小臣基印, 法藏, 影光, 至多山, 西山柱, 北山柱等部, 说现在法有, 过位法无者, 名法无取来宗。 四, 如小臣说甲部, 说现在法位甲有, 意味时有者, 名献通甲实宗。 五, 如小臣说出世部, 说世间虚妄, 出世真实者, 名俗妄真实宗。 六, 如小臣依说部, 说诸法但有假名, 无有实体者, 名诸法但名宗。 七, 如大臣史教的班若经中观论等, 说世诸法皆空者, 名一切皆空宗。 八, 如大臣中教的仁家经其性论等, 说世真如体性的教义者, 明真实不空宗。 九, 如大臣顿教的禅宗, 觉诸言律, 执政真理者, 明相相聚绝宗。 十, 亦成元教, 说世圆满具足万德法界的教义, 明远明具德宗。 三十七, 唐军义,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片, 台湾学生书局印刑, 页二七七, 二七八, 三千两百六, 一零五, 一四二二, OK九, text斜线, HTML, 二十九, Friday, 二十六, November, 二千零一十五点五十分十四秒, GMT二十八二零三, 四四一转一九, 六, 四百九十五, 一一四, 七万五千一百八十, 零零三, HIGHTS, 六一零五, 一四二, 台大哲学系, 中国哲学会, 保住锐气, 杜宝瑞资料, 教学课程, 学术论文, 专书著作, 学术资源, 人家经的知识意义探究, 首页, 向上,